大家好,我是Syntax Technologies的Brian 今天我们会继续我们的SEL会计软件教学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客户发票 也就是说,在SEL会计软件里面的客户模块 你会看到发票 . 很多人第一个问题一定会问就是 那么,在客户的发票 Customer Invoice 和销售里面的发票 有什么分别? 正如我之前所讲的 在上面这三个 我们叫做 Accounting Module 就是会计 是不会有选择你的产品、服务 或者是数量 而下面这三个 SEL, Purchase, Store 也就是销售 然后采购 然后我们的库存 都需要选择你的产品 或者需要填入那个数量 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 如果你是从SQL里面 开一张所谓的Full Tax Invoice 就是完整版的税务发票 那么你一定要用SEL里面的Invoice 因为如果你进去Customer Invoice的话 它是一个不完整的 因为有一些资料 例如多少个数量等等 你都不能输入进去 那么这个我们叫做 Simplify Tax Invoice 也就是说所谓的简化版税务发票 那么如果你是先用了销售的税务发票之后 它会自动的传过去Customer Invoice 这个你可以参考之前我讲过的税务发票 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一定会用到这个Customer Invoice呢 基本上如果你是有用其他软件 例如你用Point of Sales System 发票不是在SQL里面做的 是在另外一个软件那边做了之后 你只是需要在SQL里面做所谓的消费税的功能 那么通常我们就会和那个软件做一个年限 那么当你在那一个软件输入了那些资料之后 它就会和我们年限把资料传过来SQL 然后帮你做所谓的消费税的其他的动作 OK 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会是你的Opening 就是当你开始用这个SQL会计软件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所谓的Opening 就是带下来的那些数额 那么你就会用到这个Customer Invoice 这个我会在以后的一些教学所会有解释 那么和其他的交易一样 当你进到来这个客户的发票之后 你会看到之前你所做的所有的发票都会在这边出现 而你要知道你从来没有在这边做过任何东西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是因为你在销售里面 那个现金的交易 还有你的发票都会自动的传过来这边 你要找回来 找回之前所做过 你可以用它的号码 如果你记得它是13号 你就打13就可以找到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都可以找得到之前所做过的 如果你要新创一个新的话 那么你就按这个New就是创新 然后同样的需要去选择你的顾客 所以在下面这边 你会注意到最大的分别 这边你就需要选择你所谓的账户 你的account ok 因为这个是一张invoice发票 所以你应该选择的就是一个sales account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去选择 那么通常你不可能记得你的销售的账户的号码是多少 所以和其他的交易一样 你看到那个注意力是code 因为它比较深色 你的专注是在code 可是我不要 我要在description它的列名说明 我就在我的键盘上面按tap 它就会跳过来 然后我就只需要打 所谓的sales 你就看到 它就会把之前你在那个 所谓的账户管理那边 所有的sales account 都带出来给你去做一个选择 例如我选择的是sales handphone so你要打的是100块 ok 那个消费税代码sr会自动出来 你可以转换 然后就会有那个总额 然后你就按save ok 所以你想象一下 你可能一天有100张单 你就把它集中起来变成一个交易 这样输入 那么 这里 就变成它不会根据真正的 那个发票的号码 它是一个 普通来讲就是它把一天的总额变成一张 发票 ok 好 对于客户的发票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开这边 按这个所谓的预览 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的格式 然后去做一个打印 可是通常你看到的 因为它是选择的是一个账户 所以对于客户来讲 这个是一个不被接受的一个发票 所以你不会在这边打印出来给客户 ok 好 如果大家对于消费税 或者SKL会计软件想要知道最新的消息 或者资料的话 你都可以欢迎来到我的面子书 facebook.com slash syntax technologies 请求大家帮我like一like我的facebook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最新的资讯 除此之外 如果你要得到其他的SKL会计软件教学 也可以来到我的网站 syntax.com.my 然后按YouTube 从这边你就可以得到我的英语和话语的教学课程 好 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我是Syntax Technologist的Brian 谢谢